好 下面来看第三条 机坑土方开挖 以及机坑变形控制 好 对于这条呢 包含这三个考点 考点一 土方开挖的基本要求 对于土方开挖的基本要求 一般规定 几句话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在机坑部分考察 也可以在沟槽部分去考察 土方开挖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是哪些 应该如何去挖 需要注意一下 考点二 机坑土方开挖的方法 在这个问题呢 需要讲解两种不同深度土方开挖 要用到什么样的施工机械 大家重点记忆的是机械的名称 考试的时候呢 问浅层土方开挖 要用到什么样的施工机械 你把名称写出来就可以了 其次呢 对于这种开挖方法 上下空间 力气交叉作业 这种土方开挖方法 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优点 考验三 对于机坑变形的控制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需要讲机坑变形的特征 考试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察选择题 需要理解 不好理解 重点去听 另外的就是机坑变形的控制 重点讲的是有知乎结构的机坑 它变形控制的措施 在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考察选择题 也可以考察 案例 简答 控制措施 那么其次呢 就是在机坑开挖比较深的时候 坑底土体可能会隆起 应该采取什么的措施 防止坑底土体隆起 或者说采取什么措施 确保坑底土体不稳定 防止坑底土体隆起 好 这是需要这部分 需要几个的内容 首先来看考点一 土方开挖的基本要求 好 第一条呢 说的就是机坑在开挖的时候呢 不允许带水作业 我们应该是做好降水排水工作 那么降水排水的措施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比如说地面上什么措施 边坡上什么措施 坡小坑底什么措施 是不是 这个位置不再多说 第二条 在软土机坑当中 我们去开挖的时候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叫做分层分块 对称均横的开挖 这几个词记录 好 另外呢 就是对于有知误结果的机坑 应该是随开挖 随支撑 对于放坡开挖的机坑 应该是随开挖 随采取互坡措施 第三条 机坑开挖过程中 防止机械碰撞什么位置 也就是机坑里边已经有了 比如说我们在施工之前 为了防止坑地参塌 我们需要沿着开挖轮廓线 是做什么呀 维护结构 为了防止维护结构 我们又做了什么 又做了支撑体系 为了防止支撑体系变形过大 我们又做了隔构柱 防止施工器碰撞 他们三个 另外呢 就是为了防止机坑淹没 我们挖了降肥井 防止机械碰撞降肥井 破坏井点降水设备 那么另外呢 就是防止机械去扰动坑地的土体 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对于坑地的土体 一般呢 会越流20到30公分人工去挖 好 人工去挖 防止机械扰动坑地的土体 好 这是对于开挖的基本规定 好 考点二 对于土方开挖的方法 在这个位置呢 需要注意注意两点 一个是不同深度土方的开挖方法 一个是长条形机坑 在开挖的时候 它的开挖原则 先来看第一个 对于不同深度土方的开挖方法 第一个 浅层土方开挖和深层土方开挖 分别要采取什么样的机械 对于浅层土方开挖 大家呢 不要把它想得太浅了 不要想得太小家子气 在这里的浅层土方开挖 不是说的几米啊 一般来说呢 好 比如说十几米的 我们也认为是浅层土方开挖 好 那么对于浅层土方开挖 在开挖的时候用到什么样的机械 下方呢 我们可以用小短臂机械去开挖 短臂挖结机开挖 上方呢 用长臂挖结机 直接把土体挖出来 好 不用再去做马道 不用再去做马道 不用再去做斜坡 出土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挖的上面呢 要有这个自卸车 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挖轮 好 那么对于长臂挖结机 它的作业半径啊 深的可以达到十几米 十七米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浅层土方开挖 大家呢 不要把它想得太浅 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就是深层土方开挖 用到什么样的机械呢 好 太深的时候呢 长臂挖结机够不到了 出不来土 怎么办 上方呢 用一个吊车去吊 就可以了 同样的 上方呢 要用自卸车去运土 另外就是坑底上多少的土 用人工开挖呀 0.3米 是不是 好 与学生说了 刚不是说的20公分到30公分吗 也就是0.2到0.3 是不是 好 这个主要是技术部分 和管理部分说的不一致 管理部分呢 说的是20公分 在这个位置呢 说的是30公分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不用做区分的 放在一起20到30公分 都对啊 也就是说采用机械开挖的时候呢 下方应该月留30公分到20公分 人工去挖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你先掌握住 对于浅层土方开挖 深层土方开挖 分别用到什么样的机械 浅层用的是短壁 长壁挖结机 刺卸车 深层用的是小型挖掘机 刁车 啊 刁车 出土 刁车出土 刺卸车 运输 那么对于上述的开挖方法 有什么好处呢 好 对于这种开挖方法 我们叫做交叉 是不是 好 上下都空间当中交叉作业 啊 那么它的长处呢 就在于水平挖掘和运输土方 和垂直运输是分离开来的 好 那么在深层的时候呢 可以是多点垂直运输 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挖土的速度 同时我们在出土的时候直接存坑底 雕出来 是不是 或者说挖出来 不需要去做斜坡 不需要去做马道 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支撑起来 就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支撑延迟安装的问题 同时保证了击坑的安全 是不是 又快又安全 好 第二个 就是长条形击坑开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刚说了 叫做分层分段分块均衡对称开挖 由上而下先支撑后开挖的原则 是不是 好 这个位置先支撑后开的原则指的是 我们先开挖一部分 开挖出来一定空间之后才去射支撑 这个位置只有射了支撑之后 已经才能继续向下开挖 这叫先支撑后开挖 随开挖随支撑的原则 好 下面呢就是考点三 击坑变形的控制 这个位置呢 需要大家重点去理解的啊 击坑变形的特征 考试的时候呢 主要考选择体 首先对于土体变形 怎么理解 西坑在进行土方施工的时候 土方开挖的时候 会引起周边土层的沉降 那么对于西坑土体 周边土体沉降的原因有哪些呢 大家来看这张图 随着中间土体被挖走 那么维护结构呢 可能向坑内移动 是不是啊 维护结构一旦向坑内移动 那么周围的地层是不是就会沉降啊 对不对 好 另外的就是中间的土体被挖走 上方的土体 两层的土体还在 如果说这个位置是软土地层 由于高差存在 由于高差存在 那么周围的土体是不是有绕过维护结构 进入坑底的趋势 就会造成坑底土体隆起啊 对不对 那么坑底土体多了 这个位置土体自然就少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土体的变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维护结构的变形 一个是坑底土体的隆起 好 这句话呢 先掌握住 好 下面呢 再来看维护结构的水平变形 以及地表沉降 这个位置呢 需要结合着来学啊 结合着来理解 首先对于维护结构 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是钢性的维护结构 它的代表是水泥土搅拌桩 一个是柔性的维护结构 它可以是钢板桩 也可以是钻桩桩 也可以是贴下连弱墙 好 这是两种维护结构 先知道 那么在机坑插发之初的时候 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也好 钢性的维护结构也好 机坑是不会设置支撑的 那么此时 你觉得维护结构可以怎么变形 上方这个位置没有图体 那维护结构可能会 顶部位最大向坑内移动 是不是 此时呈三角形分布 三角形分布 这是开挖之初 顶部位最大 维护结构 呈三角形分布 那么另外就是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 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和钢性的维护结构 会不一样 钢性的维护结构 它是不需要设置支撑的 而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 你要想记一下开挖 这个位置必须会撑起来 对不对 好 先来看开挖比较深的时候 刚性 好 前提条件先介绍 开挖比较深 刚性的维护结构 那么对于刚性的维护结构 是没有设置支撑的 没有设置支撑的时候 对于刚性的维护结构 此时是不是还可以向坑内移动 顶部也最大 是不是 还是乘三角形分布 好 这是刚性的维护结构 那么乘三角形分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我们把坑内的图体假象成一道支撑 坑内的图体的侧向抗力是比较大的 能够把支撑结构稳定住 维护结构稳定住 如果说坑内的图体比较松软 你把它想象成淤泥 它抵抗不了维护结构 向坑内移动的趋势 那么此时维护结构可能怎么位移 整体水平位移 是不是 好 好 这是对于开挖比较深 刚性维护结构可能会存在两种位移情况 再来看柔性维护结构 对于柔性维护结构 它是射了支撑的 如果射了支撑 那么你觉得 那么此时它会怎么变形 上方这个位置还会向坑内移动吗 它上方有支撑 是不是 好 那么此时上方移动不了坑 那么下方的维护结构 它在受到水土压力挤压的时候 会不会发生骨肚子的变形 往外骨 是不是 啊 往内骨 啊 往内骨 好 会不会往内骨呀 会 是不是 啊 维护结构受到周围水土压力的抵压 它就可能向坑内移动 出现骨肚子的变形 啊 骨肚子的变形 我们叫腹部突出 柔性维护结构 叫做腹部突出 好 这是对于维护结构水平变形 开发比较浅 开发比较深的时候 好 对于刚性的维护结构和柔性的维护结构怎么变形 好 现在维护结构的变形搞清楚了 好 我们再来看地表沉降 大家来看这两张图 好 比如说呢 这张图 我在维护结构的这个位置呢 我标一个节点一 在远离维护结构的位置呢 标一个节点二 同样的 我在柔性维护结构的这个位置 靠近维护结构的这个位置呢 我也标一个节点一 远离维护结构的位置呢 也标一个节点二 好 大家来看第一张图 A吧 第二张图B 第一张图A 一号点和二号点 维护结构在发生位移的时候 你觉得一号点和二号点 哪个位置地表容易沉降 你看 维护结构本身是在这个位置的 突然有一天 它向坑内跑了 你说谁容易沉降 当然是挨着维护结构的图体容易沉降 是不是 所以说 卫射支撑的时候 也就是啊 悬壁状态 好 悬壁状态 它的沉降是发生在墙旁 墙旁 墙旁沉降 再来看柔性的维护结构 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 你觉得一号点和二号点 此时谁更容易沉降 此时已经设了内支撑 是不是 你觉得谁更容易沉降 一旦射了内支撑 它的变形就是腹部突出 是不是 好 本来墙体是在这儿的 本来墙体是在这儿的 突然有一天墙体 鼓肚子变形 那么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了空挡 一出现了空挡 那么图体在华丽的时候 就会沿着华丽面向下走 那么你说哪个位置更容易沉降 当然是二号点容易沉降 是不是 一号点它反而不会沉降 会向上隆起 为什么呀 这个位置一旦向内移动 那么维护结构的顶部就向坑外移动 坑外的这个位置图体是被挤压的容易隆起 所以说呢 一旦设了支撑 设了支撑 对于它的沉降是发生在远离维护结构的 有维护结构呢 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位置搞清楚没有 沉降 什么时候 墙旁审 什么时候与维护结构有一定的距离 要搞清楚 好 这些呢 在考试的时候可以考选择题 需要注意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坑底隆起的两大原因 这两大原因呢 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结合到案例背景去分析啊 去分析坑底隆起的原因 好 这个可以考案例 大家来看这张图 在基坑还没有开挖的时候 土方还没有开挖的时候 上方这个位置呢 有很多土体 能够把下方这个成压水的水压压着 坑底的土体呢 不至于隆起 好 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 上方的土体变得越来越薄 下方的水压还是那么大 那么此时坑底的土体是不是可能会隆起啊 哎 那么此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你觉得它隆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些说土体太薄太轻了 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 水压太大 是不是 成压水的水压太大 好 另外的就是如果说周围是软土地层 随着开挖深度增加高差一旦出来 那么周围的土层可能会绕过维护结构进入坑底 是不是 好 所以说此时可能是维护结构入土不深 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 这两个原因重点掌握 好 那么知道了这两个原因 大家能不能采取措施 去防止坑底土体隆起 这就是知道原因再去采取措施 那就是针对原因采取措施 这就是解零还需气零人 是不是 好 水压太大 我能不能把水压降下去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钻孔减压 设置降水井 准确的来说是减压井 把水压降下去 那么另外就是维护结构入土深度不足 那就可以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是不是 好 这两个措施的我们后面还会再说到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考点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好 首先 土体变形 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了 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 以及坑底图体隆起造成的 第二个 维护结构水平变形分两个时间 一个是开发前期 开发比较浅的时候 不管是柔性维护结构 还是刚性维护结构都不设置称 此时 维护结构向坑 积坑的方向移动 墙顶位最大 成三点形分布 而对于开发后期 刚性维护结构是不设置称的 此时还是成三点形分布 如果说坑底图体比较松软 可能会整体水平位移 是吧 好 另外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 坑顶是射了支撑的 那么此时坑顶不会移动 怎么位移 怎么变形 腹部突出 腹部突出 积坑底部图体隆起的两大原因 就是什么呀 一个是撑压水水流压力 一个是维护结构入土深度不足 好 那么最后一句话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监测积坑底部图体 是否隆起的时候 我们看了什么呀 不是看的积坑底部图体 看的是力度的变形 好 考这个时候考选择体 好 我们在监测积坑底部图体的隆起的时候 可以监测谁的变形 力度的变形 好 最后一句 最后一个 地表沉降 对于地表沉降 需要注意一下两种情况 一个是悬壁状态 不射支撑的时候 沉降发生在哪个位置 墙棚 挨着 维护结构的位置 对于维护结构 一旦设置了启撑 那么哪个位置容易沉降 立墙有一定距离 也就是远离墙体的位置 二号点容易沉降 好 下面呢 就是按理题的考点了 一个是机坑的变形控制 一个是坑底隆起的措施 防止坑底突起的隆起的措施 好 第一个 控制机坑变形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这个位置指的是有维护结构的机坑 如何采取措施 防止维护结构变形过大 好 大家呢 把这张图画到你的讲一下 这张图不会画 你可以画一个简单的 好 这个位置呢 你写一个一 这个位置呢 写一个二 这个位置写一个三 好 这个位置写一个四 这个位置写一个五 这个位置写一个六 好 什么意思呢 首先 我们在没有设置支撑的时候 开挖之初 开挖之初 维护结构可能怎么位移 可能怎么位移 可能像坑内位移 是不是 可能像坑内位移 那么此时 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 即时的设置支撑 并且这个支撑的刚度要大一些 刚度大 对应的才是变形小 好 这是支撑 好 那么另外的就是对于维护结构 一旦设了支撑 一旦设了支撑 那么对于维护结构本身可能怎么变形 可能像坑内处不突出 是不是 处不突出 这么变形 那么这么变形的原因是什么呀 维护结构自身的刚度不足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是增加维护结构的刚度 好 那么另外的就是对于这个位置 如果说没有设置支撑的时候 对于维护结构 你看一下 左右两侧的维护结构入土深度 一个深 一个深 一个浅 那么你觉得哪一侧的维护结构 可能更容易像坑内位移 当然是这一侧的 是不是 好 这一侧呢 它的入土深度比较深 所以说呢 它不能够位移 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另外呢 就是第五点 第五点 第五点呢 是什么呀 中间是个箭头开挖下来的 我们在开挖的时候呢 可以减小开挖进尺 及时的设置支撑 减小维护结构 处于未支撑状态下的暴露时间 对不对 好 这是及时开挖 及时设置支撑 那么第六个呢 在施工的时候呢 我们及时的采取降水措施 把地下水降下去 减少土体 减少地下水 对维护结构变成了影响 其次呢 就是坑底的这部分土体 看到了没 对于坑底的这部分土体 我们刚才说了 坑底的土体呢 对于维护结构来说 也相当于一道支撑 如果说坑底的土体 有一定的强度 有一定的刚度 侧向抗力构 那么维护结构 它可能不会向坑内 位移 是不是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对坑内的土体 进行加固 那么这部分土体 将来维护结构 向坑内位移的时候 是被压的 好 所以说叫 被动涂压区 好 这就是对于有维护结构的基坑 如何采取措施 控制它的变形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坑底稳定的控制措施 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可能问你 防止坑底土体 隆起的措施 有哪些 好 两种问法 在答的时候呢 大家就这么去想 首先 谁被破坏的 好 谁搞破坏的 谁起保护作用 记着三句话 首先 谁被破坏 坑底的土体被破坏 是不是 好 打贴呢 还许自身硬 坑底的土体被破坏 我们可以加固坑底土体本身 谁搞破坏呀 就是下部的藏压水 我们可以是 采取减压顶 降低藏压水的水压 那么谁起保护作用呢 一个是 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一个是 及时的去施作 主体结构 把坑底的土体压着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注意一下 考虑的时候 可以考案例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几道点题 设有知乎结构的 极坑 开挖过程中 能够反映坑底 土体隆起的监测项目 是什么呀 好 立柱的变形 对不对 第二题 当机坑开挖较浅 注意这个条件 浅浅 位摄支撑时 维护结构水平变形 体现在 开挖比较浅 维护结构呢 还没有摄置支撑 哪个位置最大 哪个位置位置最大 当然是 坑顶位置最大 维护结构的顶部位置最大 是不是 墙顶位置最大 那么 向机坑方向水平位移 好 选择的是A 没问题吧 第三题 机坑开挖时 防止坑底土体隆起 可以采取的措施 有哪些 注意一下 采取的是措施 防止坑底土体隆起的 一个是 谁被破坏的土体加固 谁搞破坏的 承压水 降压 谁其保护作用 维护结构之处深度和底板 所以说 这条题选择的是 BCDE 好 下面呢 对前面所讲的内容 做一个总结 首先 土方开挖的基本要求 土方开挖的基本要求 第一条 我们说的是 降水 排水措施 好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坑顶 边坡 勾槽 这个机坑底部 采取什么措施 好 第二句 怎么开挖 叫做分层 分段 对称 均衡的开挖 另外叫做什么呀 先支撑 后开挖 随挖 随挖 随撑 好 这些呢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都可以在写上啊 随挖 随撑 或者说 随挖 随 互坡 采取 互坡 措施 第三条 第三条呢 就是在 升过程中 严禁 施工机械 碰撞 是不是 不要碰 什么东西啊 好 之后 结构 以及 隔构 向水井 以及 坑底 屠体 我们在 施工的时候呢 对于坑底 屠体 由0.2 到0.3 人工去挖 是不是 好 这是对于 开挖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 对于 击坑土方 开挖的方法 讲了两种 土方 开挖的方法 一个是潜能 一个是深层土方 大家需要重点知道 对于这两种 开挖 土方开挖 用到的施工机械 对于浅层土方开挖 浅层土方开挖 用到的机械是 短地挖解机 以及 长地挖解机 以及 自卸车 深层土方开挖 用的是 小型挖掘机 以及 标车 和自卸车 好 这种开挖方法的好处是什么 有点在于 有点在于 水平土方挖掘 与土方运输 与土方的垂直运输 是分离开来的 空间当中是交叉作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 施工的速度 施工速度快 另外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解决了 土方外运的问题 是不是 不用去留斜坡 不用留马道 在施工的时候 解决了 延迟安装支撑的问题 确保 击坑 收工过程中的安全性 好 最后一个 长条形击坑 土方 开挖的原则 这个原则 叫什么呀 分段 分层开挖 由上而下开挖 随开挖 先撑 随挖 随撑 先撑 后挖的原则 这是对于长条形击坑 土方开挖 需要遵循的原则 第三个 击坑变形控制 首先特征 在这个位置 我们讲了什么呀 土体变形 以及维护结构变形 坑底隆起 最后一个 地表成价 好 讲了这四方面 好 需要大家理解的 首先 土体变形的原因是什么 维护结构 水平位移 是不是 或者是坑底 土体 隆起 这两个原因 维护结构变形 分两个时期 一个是开挖前期 那么维护结构 可能是顶部位移这大 乘三角形分布 是不是 乘三角形分布 像击坑内移动 开挖后期 对于刚性的维护结构 它是不设置称的 此时可能向坑内移动 好 如果说坑底土体 比较松软 可能是整体水平位移 是不是 好 那么另外就是 对于柔性的维护结构 柔性的维护结构呢 它是射了支撑的 一旦射了支撑 怎么位移啊 怎么变形 腹部突出 好 这么变形 是不是 好 腹部突出 那么对于坑底土体 隆起的原因是什么呀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乘压水水压 一个是维护结构 入土深度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立柱的变形来监测坑底是否容器 那么对于地表的沉降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悬壁状态 对于悬壁状态 也就是不射支撑 它的沉降发生在墙旁 发生在墙旁 如果是射了支撑的 如果是射了支撑的 它的沉降发生在远离维护结构的一侧 远离维护结构的一个位置 利益维护结构有一定的距离 发生在这个位置 不是墙旁 那么另外就是第二个案例题的考点 如何控制机空变形 可以采取什么方法 画一个图 这是维护结构 这是设置的支撑 这个位置呢 我们标一个一 这个位置呢 标个二 这个位置呢 标一个三 这个位置标一个四 这个位置标个五 这个位置标个六 好 第一个呢 和第二个 增加维护结构的刚度 以及支撑的刚度 第三个 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第四个 对于坑底被动投压区的土体 可以进行加固 第五个 减小开挖尺寸 随开挖 随支撑 减小维护结构 处于未支撑状态下的暴露时间 第六个 采取降水措施 减少降水啊 采取降水措施 减少地下水 对维护结构变形的影响 另外呢 这是对于坑底五零措施 即四句话 这四句话叫什么呀 谁被破坏的 谁搞破坏的 谁起保护作用 首先 第一个 谁被破坏 坑底土体被破坏 对坑底土体进行加固 谁搞破坏 水压搞破坏 进行降水啊 降压 那么对于谁起保护作用啊 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是不是 好 另外的还有什么呀 即时施作 第一半啊 这是对于这个桃节啊 第三个 击坑变形的控制 因为这个桃节 api爹得培得撒